謝謝主席,我是不是請一下陳部長 邱委員你好 部長早,部長我想請教一下 您今天報告的內容是什麼時候寫好的? 我接的時候他們有寫一個版本,但是這個全部我都改過 全部改過,改過的幅度到多大? 改過哪些地方? 你改過哪些地方?可不可以來跟本席說明,跟我們委員會報告? 我知道您上任今天是第三天,老實講你應該是只有上任兩天 那你過去兩天應該是不斷的在聽簡報 因為內政部包山包海,沒有!沒有聽簡報 你不需要了解內政部的業務 所以都不需要了解內政部的業務 我是在之前,接任之前的228假期 接任之前就可以開始來聽簡報就可以開始來做這個作業啊? 這好像與法不太合吧? 部長 部長,我想請教你 江儀化院長找你來接內政部長的時候 請問他是用什麼樣的理由說服你? 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接任內政部 我想這個,第一個他是跟我講,在行政院工作,這個設立的範圍也蠻廣的 所以內政部的業務也有多所設立 另外就是在內政部的業務裡面,在營建署的這一塊跟我所學是相關的 他也希望我能夠去做這個工作 所以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江儀化要的營建署署長跟李鴻元要的營建署署長不一樣 所以希望藉由您在營建的專才 也藉由你在行政院聽話的這樣的一個本事 然後讓你來接內政部部長來貫徹江儀化的指令是不是這樣? 不是,營建署長我了解的,我們營署長就是李鴻元部長去邀請他來的 是嗎?但他不是江儀化要的人嗎? 當然是他要的人 我要再進一步請教你 你還沒有上任以前就可以開始聽簡報 就可以開始去了解這個內政部的業務 在我們聽起來這有點匪夷所思 那您剛剛說這份報告內容你改了很多 我想請教一下,將來你在這個部長的任內 請問你是江歸陳隨還是李歸陳隨? 江是誰李是誰應該不用我再解釋吧 我想這個任何政策都有延續性 但是也都會有一些調整 你究竟是跳過上一任是延續前前任呢?還是延續前任? 部長你要說清楚,因為你這個報告內容 我看不出來到底你將來要做什麼 那對於現在社會上很多爭議性的議題 我也看不出內政部有什麼改進的作為 您剛剛是照本宣科照著這樣念 如果照著念都可以當內政部長的話 那我也可以來當內政部長 部長 我就實際的案例來請教你啦 好 這個您在擔任秘書長的任內 我想上個會期末一個重要的議題 叫做地政事法 這個實價登陸的案子 您當秘書長的時候應該是負責在立法院裡面做溝通協調 所以這個法案的審議過程你也都非常的清楚 當時的內政部也是同意依照三黨的這個委員所提出來的修正版本來修正通過 這個在立法院的公報裡面都有很清楚的記錄 請問你現在擔任內政部長 你是要用什麼樣的態度來面對實價登陸 面對地政事法 地政事法分兩個部分來報告 第一個在實價登陸的部分當然我們要貫徹 我想這是一個將來符合公平正義很重要的一個前期的工作 第二個就是地政事的責任的問題 我想大家比較關心的就是地政事 他認為他有些不屬於他的責任的部分 譬如說別人提供了不實的這個價格 讓他再去登載 那他要去護這個責任 這個我贊成 這個不應該刻意地政事他的責任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你們為什麼要提出負議案呢 當時修法的內容不就是這樣嗎 那你們為什麼行政院要提出負議案呢 當時要提出負議 是將一話要求要提出負議嗎 是將一話認為李鴻元不聽話 不聽你們的指揮所以要提出負議嗎 不是 你現在的講法跟當時的李鴻元有什麼不一樣 不是 那你們為什麼在一個多月前兩個月前要提出負議案 你也講不清楚嘛 我了解的是當時之所以要提出負議是因為 修法的結果 他怕引起這個整個實價登陸的一個 這個損切性受到動搖 因為你有幾個月的這個 這個等於是有幾個月的這個緩衝期 那麼大家都可以會不會造成有心人士 故意先去登記一個假的數字 哪裡有幾個月的緩衝期啊 這個法根本都還沒有開始實施 才剛剛修正通過 而且修正通過一個月都還沒有開始實施 你們就提了這個負議 好現在我知道其實你的看法 也跟李鴻元差不了多少 你也不認為這個負議是正確的 來部長我再請教你另外一 我再請教你第二個議題 我再請教你第二個議題 國土保育的部分你們要怎麼做 國土保育的部分 將一話說 這個要主動出擊 阻止非法的破壞 他也說不要顧慮這個所謂的政治考量 該拆的就要拆 你同意這樣的做法嗎 是 好那你們的積極作為是什麼 可不可以告訴本席 可不可以在立法院裡面做這個正確的宣示 你們的積極作為是什麼 國土計畫我想這個第一個 當然要這個我們希望很快的通過這個國土計畫法 讓他有一個基本的法源 將來各地方政府根據國土計畫法 來對國土做他的 所以有國土計畫法出來之後才開始拆 還是現在就可以開始拆了 你們現在徹查了以後 因為有很多不合法的東西嘛 所以現在是開始拆呢 還是國土計畫法出來以後才要拆 你講拆了這部分當然現在依照現行法令 違法的部分就要拆 什麼時候開始動作 你們已經下令要開始拆了嗎 這個動作是由 已經開始動作 南投縣政府已經開始在拆 而且已經這個拆了四戶 在就清淨而言 清淨這個案子來講 你就清淨而言 你要怎麼拆 你要拆多少 清淨你現在12月份南投縣公佈的 清淨的違法的家數有130家 違建的130家 占用國有地的有10多家 違反土地分區使用的有30幾家 你們要怎麼拆 全部拆光嗎 恩委員報告 基本上我們總共有7家 那裡面2家是完全合法的 那另外有5家的部分呢 他2家可以做這個輔導 另外呢4家的部分呢 我們要拆除 還有90幾家呢 他是有違建 但是他基本上是具有這個 合法的 龍舍的這個執照 但是他沒有申請民宿 所以水平跟垂直的部分呢 我們會近期就已經要求南投縣政府呢 他要排一個這個拆除計畫給我們 所以你也是委託南投縣政府嘛 齁 看起來拆的部分也不太多嘛 那除了清淨以外其他的地方呢 違反國土保育的部分呢 我跟委員報告 違章建築是屬於地方政府的權責 所以清淨這個地區的這個違章建築的 拆除計畫也好 拆除工作也好 還是要南投縣政府來執行 我現在不是叫你去執行 我現在要問你的是說你們 包括江儀化院長 提出來的國土保育的部分 講的這麼 義正言辭啦齁 雷聲大看起來是語點小嘛 我要問你新的部長你要怎麼做嘛 我剛才講的就是第一個 在違法的部分當然要依法來執行 我們也要督導地方政府來貫徹執行 剛才講的這個裡面 執行旗下會多久 依法貫徹執行你的執行旗下會多久 我們執行到他全部呢合法為止 如果還有查到不合法的呢 跟您報告 基本上呢 我們已經要求他在那個違章建築的部分 要立刻停止使用 那他如果說符合這個扶導條件的話 我們會先處罰然後再扶導他合法 那在其他的這個部分的話呢 他拆除的期限我們會把這個工作呢 因為我們內政部有一個違章建築的督導小組 全部會委由他不定期的去對於他 已經師父該停業的部分呢 去不定期的去抽查 好 來 部長我想再請教你 護政系統的部分 您剛剛的報告不痛不癢 那剛剛這個盧嘉誠委員跟您提問的 包括護政系統 你說這個現在因為現在有比較好轉了 從過去一開始上線的幾萬件四千件到現在只剩下100多件的這個錯漏嘛 你覺得這樣的成績你滿意嗎 當然不滿意 我們當然希望能夠完全沒有錯誤 那你覺得這個多久以內可以完成完全沒有錯誤 我剛才也說明了 我沒有聽到你的這個實程 我是沒有承諾哪一天沒有錯 但因為這是一個很複雜的一個系統 那要我在這邊承諾這個工程師不一定做得到的事情 我想這個我非常的抱歉 我沒有辦法這樣做承諾 你沒有辦法這樣做承諾 但是你至少 好那另外一個事情我希望你能夠做承諾 你說你們要追究這個責任 對不對 好請問你這個追究責任的部分 會追究到什麼樣的層級 沒有限制 假如如果就行政機關來講 該誰負責我們就是追究到誰 如果這個層級是直指江儀化 你敢辦下去嗎 我想 你敢不敢 以我們目前的了解 這個系統的規劃採過 並沒有到部長這個層級 怎麼會沒有到部長這個層級呢 公文書都簽了那麼明顯 部長 你要想清楚再講 如果追究的層級是會到江儀化 你敢不敢辦 我跟各位報告 目前我剛才講 該追究到哪一個層級沒有限制 但是以目前所發現的問題來看 它是一個執行面的問題 所以你已經設下防火線了嗎 部長 你已經告訴大家 不管追到什麼樣的層級 絕對不會到江儀化 不是這個意思 你已經把這個防火牆已經設在那裡了嗎 我問你到什麼層級 你敢不敢辦得下去 你馬上就跟我講 沒有到部長的層級 沒有到江儀化的程度 那如果是這樣為什麼李鴻遠要下台 如果是這樣為什麼李鴻遠要因為護政系統出包下台 李部長離開是因為他戒掉其滿 這個已經在行政院已經都說明過了 部長 不要把我們大家都當做三歲小孩子 李部長離開不是因為戒掉其滿 李部長離開表面上的理由是因為護政系統出包 更深層的一層的理由是因為跟江儀化嚴重不合 你也是在更早之前江儀化 就已經去找你要來談內政部長 所以在還沒有交接 在還沒有公佈人選之前 你已經開始在進行了解內政部業務的這種私下運作 這一切都是不合法的 我問你敢不敢追到江儀化 你連一個承諾都不敢在你提出啊 所以很顯然你這個部長根本是當假的 當虛的 當空的 您剛剛所承諾的這一些改革 所承諾的這些要做的事情 我都擔心啊 如果這樣一話不同意 這一切都是假的啊 我想你誤會啦 你過去的能力是有肯定 但是我們對於你擔任部長的guards是有懷疑啊 我會努力 希望齁